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府有牙 抬头要接着说话 呼得面色一变 大人 看 城门上一个彬彬喊着 伸手指着身后的夜空 秦湖扭头看去 远远的夜空里 一朵朵烟花盏开 顾先生 锦公公 也伸手指过去 喊道 殿下 靳安静王掀起灯帽 抬起头 看得夜空 火把映照下 略显苍白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 多好看的烟花 刘哥 你看 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烟花呢 看到烟花 笑得人并不只是靳安静王一个人 秦湖的脸上也浮现笑容 他冲着城门下的周福 含笑说道 看 我就说不用等心 他没事的 你就是不信的 这一个烟花亮起 宫内的异常便展露于人前 那些已经等候在宫门的朝臣们 便有了进宫的理由 宫内的异变再无法遮掩 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 奸人扶珠 他还能有什么危险呢 你们怎么能不信他呢 周福已经狂怒了 他吼道 秦湖 开城门 如果你还记得他的救命之人 你开城门 他说着话 拿起码上的弓弩 对准了秦湖 城墙上的手上彬彬 立刻也将弓弩对准了他 秦湖收了笑 周福 就是为了他的性命 所以过去不能放不该进城的人进城 那样的话 他才是罪无可恕 他说着话 从身后便拿起一张弓拉开 周福 不要被别人骗的 执迷不悟了 秦湖 你贪量的腿好了 帽子坏的了 周福 咬牙大喝着 将手中的弓弦猛地松开 一只剑直飞向城墙 公子 秦湖身旁的青髓 一把拉开他 长剑越过城朵 落在地面上 与地面相撞 擦出一道火花 伴着这一动作 城墙上的兵丁们便刷刷地松开了弓箭 他们喝道 退后 一阵尘土飞扬 众人的马提前插上一排羽箭 火把下箭尾摇动 如同开了的花 周福 靖安君王等人都退后了几步 周福 你这样做 我知道你是为了它 我不计较 但是别人就不知道了 别让大家误会 是靖安君王殿下要攻城而入京就不好了 秦湖这个话是对周福说的 但视线却落在靖安君王身上 周福刚要说什么 一只沉默安静的靖安君王呼得发出一声笑 见如此 岂能鸣不复食 他说着 一面从腰间的香囊里拿出遗物 另一手一伸 一旁的井公公在同一时间恍然起一只火脸子 嘶的一声响 靖安君王手里的东西飞灿上天 在空中炸开一朵绚丽的花朵 靖安君王看着在夜空中盛开的烟花 再次的微微一笑 刘哥 这个是哥哥特意给你准备的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用到了 宁愿一辈子也用不到 他垂下视线 将斗帽拉上 遮住了面容 开始吧 这一朵烟花 突然在城门上空炸开 城门上下里外的人 都忍不住抬头看 与势彩远处皇宫方向亮起的 绚丽的刺目的烟花不同 这一朵 显得有些肃胆 不过 现在不是比较哪一个烟花好看的时候 秦湖面色一变 他喝道 射箭 城门守兵一瞬间迟疑 有一个 失忆的说 小青大人 那可是监巨王 他也是一个要造反的巨王 他要闯城门了 闯 怎么闯 面头未落 就听得城内隐隐的 有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而城墙上也从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似乎有很多人向这边汇集而来 青虎冷笑 倒也未见惊慌 他喝道 果然狼子也信 竟然在皇城皇屋安排人手为己用 快去通知定金司送的人 京城戒严 就算你们闯得开城门 也让你们进不得城内半步 几个随从 转身就去了 而城门守兵的弓箭 也毫不迟疑地射下去 但 就他们适才 一转眼 一说话的空隙 静安郡王等人 已经贴在城墙边 避开了城门守卫射来的箭 城墙下贴着的人 鸦雀无声 周福呼地说 你们 顾先生 井公公都看见他 周福说 你们若是能公开城门 我护送你们城中行 护我们城中行 顾先生等人看着他 在躲着城门下的那一刻 众人顺手倒灭了手里的活霸 视线里 轰昏不明 但 还可以看到 周福身边那几个巡甲 神情惊骇 如同见鬼 明显的 这几个巡甲什么事都不知道 也绝不想知道 甚至 可以想象 他们的心底已经在骂娘 公开城门之后 别说护送静安郡王 只怕第一个就要来砍一刀 好立功赎罪 洗清这非来横灾 周福没说话 从铠甲下 呼得拿出遗物 在场的人 面色一正 嗖的一声响 夜空里 张开一朵烟花 城门上的人 目瞪口呆 有人大声喊道 又烟花 今天这是怎么了 八月十五 还是正月 关灯上烟火呀 还没完没了了 而与此同时 京城外的卫戍禁军营 也有人发出一声惊呼 一人伸手指着天上 喊道 杜玉红 又一个 一座营房前 廊下站着一个男人 身披黑披风 抬头也看去 身边散战着七八人 也都看去 这次是不是咱们要等的那个 这都第三个了 这京城今晚到底多少人看烟花呢 咱们都想到这个法子了 还不是因为这烟花飞得高 实在是传递消息的好东西 都出嘴 大家议论纷纷 话题也是越来扯得越远 黑披风的男人 没好记得说住嘴 大家的话停了 而天上的烟花也散尽了 夜空宠贵于平静 东方隐隐发白 男人喝了一声之后 就不再说话了 院内的气氛变得有些沉闷 有人迟疑一下 问道 大人 是这个吗 杜鱼侯大人 神情沉沉 点点头 这是约定好的 别的人认不出来 他提前看过一次 像他这种做过赤猴的人 都练过过目不忘 看到他点头 院中的人都诉讼起来 一个人陈证问道 大人 京城里真的出事了吗 京城里真的出事了吗 杜鱼侯不由再次抬头看天 眼前浮现当初中城部临走前的场景 你说京城会出事 周福拒绝了跟中将军回西北 全来说理由是想要守护着妹妹 因为京城要出事动荡 实在是危险 中将军是什么人 虽然年纪轻 但那是用一家人浴血而死 浇灌出来的 这样的人勇猛又敏感 不像自己当时第一个念头 是嘲笑周福儿女情长 而是一语点出经常出事 傻处弱富 强臣外戚 历史上不乱的还真没几个 谁心里都明白 只是无关自己利益 不说罢了 我不一样了 将军也知道 我们为嫁给了监人郡王 如果真出事 别人上课安稳 他们作为京城里的宗室 必然要被推上风头浪尖 我一定要看着他 确保他安稳 才会离开京城 再去追随大人 还是儿女情长地位 好好一个大男儿 见儿女情长 后见功力 中将军哈哈大笑 周福神情依旧 没有羞也没有脑 他呼的说 大人 你知道什么叫对不起人吗 什么叫对不起人 对不起人 就是你做了一件事后 只要想起来就会后悔 就会恨自己 这种事我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种滋味也尝过了 所以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说到底 还是儿女情长吗 不就是自己喜欢的表妹妹 成了他人妻吗 杜鱼侯沈笑 而一旁的钟将军就不笑了 他问道 你那个妹妹 就是嫁给坚军王威妃的成娘子 周福殿念头 就是那个 写一次给世人观摩学习的成娘子 周福殿念头 就是那个 做出茂园山球 让茂园山兄弟名扬的成娘子 周福殿念头 就是那个靠着一个烟花 就能指点礼貌 做出实弹的成娘子 周福殿念头 就是那个献出神秘 共同范江林的妹妹的 成娘子 周福殿念头 就是那个做出马蹄铁的 取自根的妹妹 成娘子 周福殿念头 杜鱼侯 惊讶错愕的看着钟将军 原来 钟将军对周福这个表妹 也很熟悉 喊要问什么 钟将军就不问了 而是哈哈一笑 他说道 好 那你就留在京城 就这样答应了 不仅答应了 还弄来了一道 调动城防兵马的兵符 而且还特意的留下自己 钟将军笑着拍着他的肩头说 如有需要 唐七 你可要帮帮忙啊 钟将军的手劲很大 拍着他咧嘴 杜鱼侯的肩头 再次倾斜一下 刺了刺牙 现在就是到了钟将军说的 如有需要的时候了吧 京城出事了 要不然 也不会一天晚上 亮起三次烟花 杜鱼侯点点头 院中的人 再次沉默 他们都是带兵的老人 又做了这么多年京城防务 自然知道所谓的京城出事 意味着什么 有人最终还是打破沉默 问出这句话 那大人 我们做还是不做 做还是不做 大家都是有家有业的 这种城王败寇的事 真不是玩笑事 真出了事 累害的不只是自己 而是满门 做还是不做 杜鱼侯被钟将军一巴掌拍得 差点歪倒 他呲牙咧嘴的 没有忘问出一个问题 大人 某是钟家军中 一路起来的老人 将军您说让某做 某就做 绝不迟疑 只是将军让某帮别人做事 某还是想要 要个理由 理由是 钟将军什么时候 成了静安郡王的人了 难道 这个静安郡王 真的锁图非小 那 经常那些 弹劾他的 士林年官 言论 倒不是空虚来方了 这样的宗室 皇帝还在 太子也有 如此的狼子野心 实在是 钟将军 哈哈笑了 某某 某某某 我知道 军中 的确有他的人 但那是他的事 与我无关 而我中城部 也不是谁的人 我只是大洲的人 大洲的人 就要守护大洲的子民 钟将军 双手插腰 带了几分巨傲 我们钟家 世代为将 生在战场上 死在战场上 我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 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多不容易 我们这些真正在保家卫国的人 才最知道 老庞 一个马蹄铁 相当于为我们的赤后骑兵们 多配备了多少军马 你心里清楚吧 一个神笔弓 能让一个兵定 以一当十 相当于为我们军中 增添了多少兵力 你心里清楚吧 一个时代 虽然等了这么久 才得了十架投尸车 一并运向西北 具体的效果 还没有得到验证 但就我们在军间 看到的试炼场面 这投尸车会展现 怎么样害人的成效 你心里清楚吧 老庞 为了保家卫国 这个人不能丢 这个人一定要保住 为了保家卫国 是的 为了保家卫国 这件事有什么不能做的 都于侯深吸一口气 看着面前的猪将 他声音传沉 开口说道 京城出事了 自然要去 那就是要做了 在场的人心里明白了 但有些人 心中还是赏过一丝犹豫 站错队的话 下场可是很惨的 都于侯目光扫过众人 又说道 我们是什么人 卫戍军呢 卫戍军是做什么的 就是卫戍 如今京城有事 我们自然要前去查看 我们是忠于职守 尽本分事 对呀 他们是忠于职守 尽本分 并不是参与 谁谁谁的什么事 忠于职守 尽本分 难道 能是过错 和罪责吗 在场的人 顿时响亮的 齐声应和 是 秦虎收回视线 再次冷笑着说 狼子也信 前一个叫的城门的元少 这一个叫的便是城外的了 公子 那混蛋跑了 听清水喊 秦虎顿时站起来 转身看向城门 木架已经架起来了 却见 原本被绑在一边的 适材的尖龙关 不知如何正开了 趁着城门这边的守兵们 忙着迎接 越来越近的城门的人马 而扑向了城门 秦虎喝道 去死吧 手中弓箭 翁了一手 一只长箭 飞了出去 开 见门关 发出一声吼 一手抓着门栓 人 转倒下来